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舌头能够发挥作用才可以说话 感觉上好像我们的舌头天生就应当在一个被控制着的状态 如果我们要替我们的身体找一个领袖 我猜应该没有人会找舌头吧 反而我们的舌头需要有一个主人去管束它 那想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神这样子的设计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 还有当中充满着智慧和奥秘呢 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经文 雅各书三章六到八节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八体中 舌头是个不易的世界 能玷污全身 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 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爬虫 水竹 本来都可以制服 眼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永不禁止的邪恶 充满了害人的赌气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找到多一点原因 为什么我们的舌头要被关起来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 它可以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有破坏性的 而且这个破坏性还可以是致命的 我猜我们都不难想象 其实我们舌头粗的话 真的可以伤害人到一个程度 真的可以毁掉他的一生 第六节还告诉我们 我们的舌头好像火一样 它可以烧毁生命的轮子 生命的轮子是指我们的一生 倘若我们任由我们的舌头犯罪 它带来的罪的后果 可以毁掉我们一生 就好像被火所烧灭一样 第七节告诉我们 人的智慧和能力已经注意制服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等等 但是竟然我们却不能制服我们自己的舌头 由此可见 我们的舌头 它的不稳定 还有它胸野的程度 可以比起野兽更加厉害 所以舌头它 第八节说到它是不禁止的邪恶 意思是说它是反复无常的 而且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让它的凶猛 还有它的野性就会带来麻烦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所以要制服舌头 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 并且我们知道 不是单靠我们自己人的能力能做到的 我们必须要谦卑到神的面前 求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 勒住我们的舌头 固然是重要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更重要 更治本的方法 其实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乐住我们舌头的功课 就没有这么困难 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 它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所传的恶 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它说 然而口里出来的是出于心里 这才玷污人 因为出于心里的有种种的恶念 原来当我们心里充满什么的时候 口里自然就流出什么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我们心里就好像河流的泉源 倘若泉源是脏的 有垃圾 发臭的水流出来的 自然也发臭 如果泉源是清洁 香的 流出来的水 自然就是清洁的 求心灵今天关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什么不清洁 有什么是需要神医治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 父神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随时教导我们 怎么样用智慧 用节制 忍耐来管虚我们的舌头 也让我们所说的话 都是能够造就人 祝福人的 也求圣灵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 倘若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认罪悔改 让神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 神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充满从你而来的智慧 清洁和平温柔怜悯忍耐 无私正直 还有长权爱神爱人的心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是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们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你今天一起灵修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